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想和我一起变成小老头和小老太太 那要看你表现了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觉得自己最近太忙了 忽略了很多事情 这个地方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可是第一次觉得 这里的风景这么好看 锦游先生说明你今天心情不错啊 是啊 我内心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平静了 这里阳光这么好 空气这么好 风景也这么好 还有自己喜欢的人陪在身边 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俩 老了之后的样子 所以就觉得很幸福 这么快就想到老了之后的事 你还想得挺美啊 怎么 你不想和我一起变成 小老头和小老太太啊 那要看你表现了 是 对了 差点忘了 我记得以前我爸爸说过 拔下的牙呢要扔到河里 才能许一个小愿望 我记得我小时候 怎么了 你拔的是什么牙 上草牙呀 上牙扔河底下扔河底 没错呀 是没错 但你拔的是痴齿呀 痴齿怎么了 我刚话还没说完 我说 我小时候 爸爸也告诉过我 是有扔牙许愿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呢 这也是为了让 让掉的牙可以更好地再长出来 超帅的 算了 只要我的愿望能实现 再跟他战斗一次也没什么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我开玩笑的 我问过医生了 痴齿拔掉之后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再长出来的 那就好 不过你到底许了什么愿啊 宁愿你 愿意和他再战斗一回 也要实现了 你现在不能告诉我 等牙好了之后再告诉你 好吧 不过你不说 我大概也能猜到 不要太自信了 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还怎么做你男朋友